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不定它是你的菜呢 对 这台车的后排也是很特别 我们先从后排开始 今天把顺序给调一下 好了 现在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后排座位不就是大点吗 那现在很多的轿车 你来到三四十万这个级别 后面也能有这样的空间 那确实 因为追光这个物理尺寸 摆在这里 车长五米八八 然后轴距三米 所以腿部空间妥妥的 它在物理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这台车比较高 它是超过一米五的 那有了这个高度之后呢 首先第一个 它的坐垫的高度 基本上跟传统的燃油轿车是一样 而且这个坐垫的长度呢 也是比较长的 更加可爱的是 这两个座位有很多功能的 你别看这里好像啥都没有 首先第一个 前面这个后排出风口呢 这台车是有一个真正的四温区的空调的 这两个座位 不单是温度可以各自不一样 甚至风量跟这个风向都是可以调的 然后这个天窗是带物理这样连电动的 你可以把它关上 而且关上之后呢 以我一米八八身高啊 是刚刚好的 也不会说太压抑 另外 你看这个座椅 可以实现什么 真正的老板位 前面挪开 靠背电动的 还有叫腿拖 但当然以我的身高 享受不到这个腿拖 但你想想 以往 你要享受到这样一个老板位的话 你得买到78S 就TCA8跟S级才有这种享受 哪怕现在新能源轿车 这个配置堆得很高了 但你也至少要买到未来的ET7 才会有后排的通风啊 加热啊 还有这个后排可调 但是呢 它也没有按摩的 所以把整一套东西都加齐了之后呢 静态来说啊 我可以说这一个老板位是在40万以内没有对手的 但是呢 我上回试那个新军月的后排 其实也不差 它那个四大天王座椅啊 材料也好啊 然后通风加热按摩啊 这功能都好 然后做汁也是很舒服的 但那个是在静态层面啊 如果是到了动态层面的话呢 那这台追光 它还会有一项 但有一项加成 我们去前面再说 追光的车厢啊 就是这样子了 简简单单 没有很复杂的设计 但是功能也是蛮多的 前面三个大屏幕啊 这个车机 后面是815的芯片 这里是一个控制车辆功能的 也是一个小屏幕 然后前面还有HUD 那可能是因为有那么多个屏幕要带啊 所以哪怕815的芯片啊 其实用起来呢 也不能说是非常的流畅 而且现在这个UI的设计啊 我觉得还是有待去优化的 对 所以设计这个东西可能见仅见智吧 大家对这一个追光做仓的设计 一到五分的话 打几分呢 不管设计怎么样 但是在用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有些地方 我觉得还是要可以吐槽一下的啊 几个点吧 第一个 你看这个镂空的属物格 就被这个座椅挡住了 我这边也是一样的 你要你要放东西 拿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不是那么顺手的 这个地方经常会卡住啊 另外一个呢 它换挡机构 采用了一个旋钮式的换挡 但是它没有线位 可以无限的这样转的 对 就是这些小小的细节 是要吐槽一下吧 不过更多的 我是赞赏这台车的 就比如说 它这个座椅的形状 还有它的材料 这台车它没有用到真皮 或者很fancy的材料啊 这是一个织物材料来的 虽然磨起来像脊皮 但其实是一个环保材料 那对环境也好 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好 因为它是那种零过敏的材料 所以这一点是挺好的 然后我们说回正题吧 就刚才提到 这台车比起新军越 它在后排行驶起来的 那个很大的加成在哪里呢 在这里底盘 它是可以升高的 对 这台车 因为现在送了一个选中包嘛 所以无论是32万多的版本 38万多的版本 都是四个空气弹簧 加上CDC悬挂的 那你想想 在轿车上面啊 现在最便宜 大家可以买到 带空气弹簧的轿车 应该是帮忙的i3 但是它只有后悬挂 是空气弹簧的 前悬挂还是机械的 然后这台车呢 三十多万就给到你 四个空气弹簧了 是不是很划算 我们再去外面看看 追光这台车 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的话 可能第一个印象就会觉得 哇好大这台车 但其实它的尺寸 也不能说是非常的大 至少它比自己的L7 是要小一点的 但是因为第一个 这台车它比较高 超过1米5的车高 另外呢 它整一个设计 你看它是很平的 所以呢 你会觉得它很宽 但其实它也只有1米9几 还没有极客001宽 这台车 所以就是这种视觉上面 会让你觉得 它很有存在感啊 然后 前面你看 有一个前辈箱 对 这台车还是比较注重 这种实用性的 但是这个尾箱呢 又要吐槽一下了 它没有一个物理案件打开的 所以你要不呢 就拿钥匙去打开它 要不呢 就是要在车里面 通过刚才那个中共屏去打开它 所以光的尾箱倒不是特别的大 410升 也够用吧 所以它必须要有前辈箱 来作为一个补充 然后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尾翼的 有一个电动尾翼的 这个尾翼还有存在感的 你每一回解锁的时候呢 它都要自己打开一下 把追光开上路之后啊 我发现可以吐槽了它的地方就更多了 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它这个方向盘上面按键的逻辑 你看左手边是有一个按键 去控制它前面仪表这个小卡片 就可以看它的功率啊 胎压还有小基里城的这个东西的 那按照常理来理解啊 那我小基里城我清理应该也在左手边嘛 但是不是的 你要在右手边按这个中间的按键 而且这个按键没有任何的显示的 所以我第一次开这个车 我想轻功小基里城的时候 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 反人类的一个布局 另外呢 它的空调 就功能很多了 这个小屏幕 但是你要控制它的时候呢 很难 因为它这个按键 它的数据有点小 尤其你在开车 车在动的时候 我每回调的这个温度啊 是非常的困难的 不过就幸好它有语音控制 所以啊这个就可以弥补到这些东西吧 但是总体上来说 这台追光它的这些啊智能的功能 它的人机交互的体验这方面呢 它并不是做得很好 它有 但是它会相比其他新势力 新能源车型来说 做得并不是那么好 可是它有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底盘 它这个底盘真的是棒 尤其是有了空气弹簧 跟CDC的加持之后 其实这台车啊 它的性能也是挺强的 只不过呢 我觉得蓝图的工程师 他们很明白他们的客户 或者说他们自己想做一台怎样的车 所以他们并不会说 啊那我就给你堆料 我就拼命的炫耀我的性能 它没有的 你看这台车 前后双电机 加起来足足375千码峰时功率 0百加速 两个续航版本不一样了 这个标准续航是3.8秒 然后长续航就因为电视重嘛 慢一点 但也有4.2秒 也快了 是不是4秒左右的0百加速 但是你开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这台车很狂躁的 你知道它有底气在 但是它不会表现出来很运动很猛的那种感觉 你明明知道它非常有料 但是它还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适 就是这种感觉 再说一下追光的底盘吧 我觉得底盘真的是这台车一个很大的卖点 它的底盘其实我能感觉到它的极限很高 但是呢它不会很紧致很硬 蓝图还是希望把这台车做成一台舒服的车 那所以你在不同的模式下面 首先第一个你能感觉到它这个底盘的性格变化也是挺大的 但是无论是哪种模式都是以舒适为主的 那在舒适模式就不用说了 这个时候空气悬挂就会升高 然后整台车会变得非常的软 把路面上面很多的这种震动都过滤掉了 但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要做一个比较快的切线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是能明显感觉到整个车的动态是慢半拍的 而且就到最后你修正车身的时候 它会晃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 后排会做的非常舒服 但是开的人可能就有点信心不够了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把它换到高能模式 就相当于运动模式了 马上它就会把空气弹框压缩一下 它整一个就车身的动作就会变少很多了 就会干脆利落很多 然后同样的你这个时候你再做一个高速的变现 就虽然这个时候啊 它的车身因为长嘛 这台车毕竟物理齿纹在那里 它的跟进还是能感觉到尾巴跟进慢一点的 但是至少它不会晃了 非常干脆利落一切线过来一修正 马上车身就马上摆过来就正了 对所以这台车 嗯你如果自己开的话呢 一定要开着高的模式来开 它会让你开起来会爽很多 但是如果有乘客的话 用个舒适模式的话呢 整台车都会非常舒适 你后面的老板啊 无论是你家里的老板 你公司的老板 或者就其他公司老板 肯定会给个大拇指你 这个底盘真的棒啊 对了大家可能还会关心最高的能耗 简单说一下它前后两个电机用的都是泳池电机 按道理来说这个泳池电机应该是比较省电的 但实际上呢 蓝图柜却把它调成了一个就性能更加奔放的 这种一个一个状态 所以你能看到它的领摆加速很快 但是呢它的能耗 它的电耗也确实不低啊 我在市区里面开大概就是 呃脚法温柔一点 经济模式就大概十七八度电每百公里 然后用高能模式的话呢就二十二十二这个这个区间波动 所以总体上来说这台车不能算是非常的省电 我刚刚又发现了一个小惊喜啊 就是这台追光它在刹停的时候 它会在最后一点点放一下刹车 所以它不会像很多车那样子 你一刹的话最后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点头 它到最后呢 那我试一下这里停车啊 你看它最后放一下 就最后那个点头它就缓一下了 诶这个挺好的 就让整台车你最后停车那一下的舒适感 就明显的拉高一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有些特别高了 现在这就是空气悬挂的一个好处 可以升高 然后升高之后呢 其实它差不多一台SUV了 已经变成 它的后排的上下车呢 也会变得更加便利 对于老人家或者腿脚不方便的朋友来说啊 你不用像轿车那样子先把自己抬起来再下车 现在基本上平下就可以了 对 所以本来这台车如果没有那个现实优惠的话呢 我觉得它也不能算太划算 但现在送了这套空悬之后呢 那还是挺香的是不是 好 然后来到购买的建议了 追光它有两个版本了 那一个是580的标准箱版 一个是730的长箱版 然后两个版本是差了二十几度电吧 但是价格差了六万三 那这个价格差除了电池容量的差别之外呢 配置上面呢 就只有很少的几样东西 一个长适量版本多了一个几皮车顶 然后多了一个矩阵式的大灯 还有多了一个现在还没有开放的 要等OTA的手势控制 一个TOF的手势控制 所以你看都是一些不大实用的东西 对 那所以对比之下呢 那肯定是标准循扬板更香更划算吗 是不是我们精明眼就要买那个530工况的 而且530工况你跑高速的话 就基本上400公里能跑下来的 所以跑个长途问题也不大 平常在市区用 那大不了就冲多一两次电嘛 就省了六万三啊 朋友们六万三啊 而且三十二万两千九这个价格 大家有没有想起某款很熟悉的车型呢 可能大家都忘了 其实比亚迪的汉的EV 它有一个叫千三翠的限量版 那个是卖三十三万一千九的 千三翠呢 它的续航里程会比追光的标准续航板 多了三十公里 工况三十公里啊 可以忽略不计的 零百加速呢 是追光快零点一秒 那其实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两台车的空间啊 那些东西都差不多的 可是现在它有了优惠之后呢 它配置会比千三翠版本更高 有空气悬挂啊 然后有那个后排一个那么奢华的老板位啊 然后前面825的车机啊 这些都是比比亚迪奥来得更加的大方一点的 那这样对比之下 你有没有对追光产生一点改观呢 会不会觉得它更香呢 有没有都无所谓了 大家记得给我一键三菱就行了 我是肖贝 我们下回再打散金蜜蜜 看看有什么神谱呢 下回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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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